英超郎队足球俱乐部官方合作伙伴 2021-2022赛季一甲联赛亚洲官方赞助商 同时拥有拉奇奥、亚特兰大、乌迪内斯、桑普多利亚、热纳亚、威尼斯、卡利亚里、维罗纳、恩波利和萨勒尼塔纳 共识之球队主场广告的投放权 我们将为您带来最新西甲报道 据太阳报消息 阿扎尔或在东窗回到里尔 此前有报道称他已经被黄马列入了东窗转会名单 2019年阿扎尔顶着总值1.6亿的天价加盟黄马 但这两年时间阿扎尔反复受伤 从英超MVP沦为西甲玻璃人 此外阿扎尔不够自律 状态不佳 阿扎尔在黄马的职业生涯现在看起来已经尘埃落定 因为这位比利时果角在安切落地心中的排名下滑 他在各项赛事仅出场12次 只收获一次助攻 已经完全失去了他在球队中的重要位置 阿扎尔与黄马的合同2024年才到期 随着时间的流逝 黄马的耐心也越来越少 希望能尽快将他送走 避免持续付出年薪1200万欧元这沉重的负担 据报道黄马愿意在东窗让他离开 与此同时 黎尔主席奥利维尔勒唐在接受对报采访时 谈到了阿扎尔重返俱乐部的可能性 勒唐表示 阿扎尔回里尔 在这里也不是不可能发生的 如果有必要我会去西班牙的 这看起来似乎不可能 阿扎尔2007年在利尔完成了自己的职业生涯 处子秀 直到2012年 与切尔西签约5年 在此期间他共打进50球 帮助球队在2010-11赛季拿下了联赛和法国杯的冠军 众所周知 阿扎尔曾两次赢得英超联赛冠军 在荣誉上来说也不算太差 阿扎尔有取悦人群的光环 他很可能会在联盟中找到自己的节奏 换个环境 说不定能挽救自己的职业生涯 期待他之后未来足坛发展 以上报道来自MBX 感谢您一直以来的关注与支持 从不让您失望